今天講第五個單元 非標準分析和組合論 我為什麼選這個題目呢 主要是因為這是我感興趣的領域 我基本上把大部分的精力 在過去的至少10年吧 大部分的精力都在這個領域裡面 在第一天的時候 因為時間關係 我把這個第五章的第一部分 證明那個Ramsey定理已經講過了 所以這個定理的證明也不難 所以如果有誰沒有參加第一天的講座 那麼回過去看一看 自己就可以理解 不是很難的 我對這個組合論 組合書論感興趣呢 這也是一個偶然 就是當時做博士論文的時候呢 專門把一個T4和Less 那個一篇文章拿過來讀 然後解決他們的問題 那麼其中有一個問題呢 就是我今天要講的一個內容 然後到畢業了呢 還沒有解決那個問題 後來就一直放在心上 過了那麼幾年 後來突然有一天晚上睡覺 突然產生了一個靈感 然後就把那個問題解決了 結果我就把那個問題給講給 講給那個提出問題的 叫Steve Leff 講給他聽 然後他說那個可以有一個應用 可以在組合書論上有一個應用 然後他就給我講了那個 組合書論上的一個問題 然後從那個以後 我就開始對組合書論感興趣了 那麼這個第一個 我感興趣的領域呢 稱為叫合集現象 這個合集現象在數論上的應用 就是牽涉到一個密度的問題 密度在英文裡就是density density的那個翻譯 有人也可以翻成稠度 但是因為那個稠度 可能在其他地方用的比較多 那麼我好像是在網上查一查中文的翻譯 我看到了密度這個詞 然後就用密度來翻譯了 那麼密度是由極限來定義的 那凡是有極限的地方 用非標準方法來處理 就會得到一些簡化 那麼我所感興趣的密度呢 稱為叫上巴拿和密度 上巴拿和密度 那個上巴拿和密度是什麼東西呢 下面是定義 A是一個無限級 A上的上巴拿和密度 是這樣定義的 就是我們現在有一個結合A 然後取定一個N 我們把N定下 然後建立一個長度為N的區間 或者N加1的區間 把這個區間來回移動 在每一個位置上跟A的交 它的元素就有一個分數 就是A在這個區間裡的元素的個數 除以這個區間的長度 那麼這個就是一個密度 在這個特別區間上的密度 然後把這個長度為N加1的區間 來回移動 一直到移動某一個地方 這個密度達到最大值 達到最大值以後 接下來我們就把這個區間延長 再移動得到一個最大值 然後把這個N再增加 再移動得到了一個最大值 然後取這個最大 一個序列的最大值序列的極限 這個就稱為巴拿和密度 上巴拿和密度 那個上的意思就是這兒 Supreme Supreme就給了一個名字叫上 如果取一個Infimen 那麼就叫下巴拿和密度 那下巴拿和密度沒有人感興趣 所以也不用介紹 那麼為什麼大家對上巴拿和密度 那麼為什麼大家對上巴拿和密度感興趣呢 這是在Fund Neumann的那個 有一個研究就是怎麼樣在自然樹上 用這個密度 然後來建立一個函數的巴拿和密度 然後來建立一個函數的巴拿和空間 反正有這麼一個應用 所以這個上巴拿和密度呢 就是在組合樹論的工作上面呢 是確實是有一些興趣的 那麼我們現在來看核集現象 核集現象是什麼東西 大家知道在石樹上有衡量結合大小的一些概念 比方說Lebesgue側度 那側度大就是結合大 結合小就是側度小 那麼Lebesgue側度呢 就是對Lebesgue可側級的大小有了一個衡量 那麼零測度級呢當然就是很小的結合 那麼可以證明可數多個零測級的病呢 不可能是不可能是R 不可能是所有空間一個整個空間的 當然也不可能是一個整個區間 但是學術上的子機呢 還有一個衡量它的大小的一個概念 就是第一缸結合第二缸結 就是或者是Megaset 或者是CoMegaset 或者是NonMegaset 就是這樣也可以來衡量石樹直接的大小 當然第一缸結就是一個小結合 第一缸結是什麼形呢 就是我們首先可以定義一個結合是無處稠密的 無處稠密的什麼意思呢 就是一個結合你給定任何一個開區間 這個開區間裡呢你一定可以找到一個子區間 使得這個子區間呢避免了X當中的元素 那麼這個結合X呢就被稱為是無處稠密的 那麼十數指節稱為叫第一缸結 就是說這個十數指節可以表示成 可數多個無處稠密的病 那麼Bell定理呢就是指出那個十數空間呢 一定不是可數多個第一缸結的病 所以第一缸結就是突破意義下的一種小結合 但是這兩個對於結合大小的概念呢 是不可比較的 因為一個結合是零尺度 它可能是一個很大的 不是第一缸結它是很大的一個結合 就是十數可以 實際上十數的可以被分成兩個結合 其中一個結合是第一缸結 另一個它的補是一個零尺結 這樣一來呢就是車度為零 它的小的來衡量它結合的小 跟那個第一缸結來衡量結合是小結 是兩個概念是互相獨立的 不可比較的 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加法了以後呢 兩個結合加起來呢 兩個就是有關係了 考慮兩個加群當中的兩個結合 我們說A加B或者A減B呢 就是指的是兩個元素對 第一個出於A 第二個出於B 然後它們相加或者相減 那麼有一個定理 稱為叫Steinhaus定理 是λ是R上的零尺度 如果我們有兩個零尺度 那麼A加B呢 一定包含了一個非空區間 如果包含了一個非空區間 那麼它一定是不是第一缸級的 所以如果兩個結合A和B 都是在側度下的大結合 那麼A加B呢 一定不是在這個托普 徐托普意義下的小結合 那麼這樣一個現象呢 我就稱它為核極現象 叫Sumset Phenomenon 所以這個Sumset Phenomenon呢 就是以前也沒人提起過 那麼我覺得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比較常見的一個現象 那麼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這個定理 這個定理好像在Rooting的Analysis Book裡面 是一個exercise 而我以前就是在哪裡好像看到有人把這個定理稱作為Steinhaus Steinhaus定理 然後我就在我的文章裡把它稱為叫Steinhaus定理 結果等到那個評審的意見來了以後 說你叫他為Steinhaus定理 你有根據嗎 然後我就去找 找來找去找不到 找不到 結果我只能把這個名字給去掉 後來有一個人告訴我 說這個Steinhaus定理呢 實際上是有一次在開會的時候 那個Taskey給了一個報告 Taskey給報告的時候呢 提到有這樣一個結果 Taskey說這個定理是Steinhaus的證明的 但是沒有人知道到底這句話是真的還不是真的 所以在所有的文獻裡面都沒有見到這個定理跟Steinhaus有關 那麼這個定理怎麼來證呢 有一種證明呢就是用叫LeBegge仇點定理來證明 LeBegge仇點定理叫LeBegge density point theorem LeBegge density theorem 就是一個點有一個時數指定A 那麼一個點小A就是A中的元素 如果對任意大於0的Y總存在一個Delta 使得這個A的領域它的半律小於Delta 這個A這個結合大A在這個領域裡的Density 是大於1-Y的 也就是說A大A這個結合在小A這個點的附近是非常稠密的 是非常稠密的 就是如果把A小A的領域取得很小很小很小的時候呢 這個大A這個結合在這個領域裡的稠度呢 慢慢的要接近於夜 那麼這樣的點A呢就被稱為是大A的仇點 或者叫Density point 那麼LeBegge density theorem指的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A是一個LeBegge正設計 那麼對幾乎所有A中的點呢 都是A的仇點 那麼就是用這個結果 如果A和B都是正設計 那麼我們就可以取A小A是大A的仇點 那小B是大B的仇點 然後在小A和小B這兩個點 取一個小的區間小的領域 那麼在這兩個小的領域之間呢 A的在小A的領域當中呢 大A的仇度是很大 那個大B在小B那個領域裡的仇度呢 也是很大 然後這兩個小的領域裡的A和小領域裡的B 加起來的話呢 它就一定包含了一個以A加B為中心的非空開區間 那麼這一個結論呢 就是只要就用一般的Pigeonhole Principle 就是可以證明的 那麼這樣一來呢 A加B呢一定是包含了一個非空開區間 那麼關於其他的可加群 是不是也有這樣的情況呢 那就是我就稱它為一個Sumset Phenomenon 就是如果我們有一個有序加群 那麼有了序以後呢就可以定義類似於序托普的那樣的東西 那麼如果這個可加群上呢 還可以定義一種類似測度的那個度量 那麼我們就可以有這樣一個現象 就是如果A和B都不是在這個測度意義下的小結合 就是A和B都是大測度結合 那麼A加B呢就不會是序托普意義下的小結合 那麼以上那個Steinhaus定理呢 就是這樣一個例子 我為什麼說第一缸集是在序托普下的小結合呢 因為那個無處稠密的這一個概念呢 就是根據開區間來定義的 所以呢它是跟序有關的 那麼第一缸集呢就是無處稠密的結的病 所以呢它是在序在序托普意義下的小結合 那麼我們再來看自然樹的情況 自然樹上的密度概念呢跟那個測度很像 跟那個測度很像 但是呢因為自然樹的序托普呢是離散托普 因為當然自然樹每一個點都是離散點 所以那個序托普是沒有多大的意義的 那麼在自然樹上呢就需要定義另外一種概念 來接近於這個序托普 我第一次看到有一個定義呢是在 就H. Furstenberg有一本書 這個一本書呢專門是 這個叫什麼 叫 Recurrence In Combinatorial Theory 或者很長的一個書名 裡面就是主要就是要解決 給出一個Zimmerrelli定理的證明 這樣一本書 在裡面呢有一個概念叫Syntheticity Syntheticity是什麼意思呢 Syntheticity呢 下面就是我把我來介紹那個定義啊 但是那個Syntheticity呢在英不是一個英文詞 在英文詞典裡還查不到 然後呢就是我知道它的定義 但是這個詞是什麼意思我把不准 結果呢後來到有一次到意大利碰到了一個 對那個語言很有研究的一個數學教授 他說那個Syntheticity呢是從希臘文裡來的 它的意思就是緊緊的聯繫在一起這個意思 那麼我想就暫時把它翻成叫連接 這個連接呢也可能已經有那個中文翻譯 但是我沒查到 假設A是一個無限界 什麼叫一個結合式連接的呢 就是存在一個自然數K 使得對任意的M 這個M加K 那個區間從M到M加K 和A的交費空 換句話說什麼意思呢 就是A的縫隙長度 就是A的不在A中的元素 它的連續的 它的不在A中的元素 它是就是一段一段的區間啦 最長的那一段 最長的一段期間是有界的 我們可以想像這是一個Gap Size 比方說我們那個A是這樣 A是1357911131517這個所有的偶數 那麼它的Gap Size呢就是2 那麼如果我們是0到9 100到109 200到209這樣 那麼它的Gap Size呢就是90 好 那麼所有的 當然那個所有的無限長的 叫這個叫等差數鏈 所有無窮長的等差數鏈 它一定是連接的 但是連接的結合呢 它不一定是等差數鏈 它的元素可以活動 來回移動也沒有關係 那如果A包含了任意長的 有限自然區自然數區間 那麼這個A呢就稱為叫厚實的 那個英文詞呢叫Thick 那麼如果A是一個鏈接界 和一個厚實界的Gel 那麼這個Gel A呢就被稱為叫局部鏈接的 有時候也可以說分片鏈接的 但是我想還是說 那個局部鏈接的比較拖大 就是說什麼意思呢 就存在一個自然數區間 自然數區間的結合 自然數區間的序列 這些區間呢可以越來越長 越來越長越來越長 使得什麼呢 使得A在這個所有這些區間的 並當中的縫隙長度是有接的 那麼這樣一個概念 想像一下 想像一下 A是連接的 那就相等於這個A呢 是好像是稠密的 跟那個實數上的稠密性好像有一點 有一點像 那A是後世的什麼意思呢 在跟那個實數上對應呢 就好像是一個開區間 就是一個區間 那麼A是絕部連接的是什麼意思呢 就好像是在實數當中的一個非 就是叫什麼 不是一個set 就是不是第一缸的 就是存在那麼一個區間 使得在這個區間裡面呢 它是稠密的 那麼這樣來對應了以後呢 我們是不是還是有那個合集現象呢 後面就是例子 比方說10的整倍數是一個鏈接器 所以所有整數區間 像這個2的N次方和到2的N次方加上N 這樣一些結合 這樣區間的序列組成的結合 那就是一個後世紀 而這個後世紀跟一個十的倍數 這個鏈接器它的焦 那就是一個局部鏈接器 我們也可以把這些定義 可以定義在所有整數的詞節上 完全定義完全一樣的 跟那個上密度也可以在極上定義 定義的方法完全一樣 那直觀上講 連接界是對應於時速上的稠密接 後時期就是對應時速上的開區間 而局部鏈接器就是對應於時速上的 時速上的區間當中的稠密接 或者說這個結合就是不是無處稠密的 那麼在Furstenberg的書當中 有一個很簡單的定義 說如果這個A有正的上把和密度 那麼A減A就一定是個鏈接器 這個結果是很容易證明 但是不是顯然的 你還得要正正 那麼為了要解釋我們的核計現象 我們要把這個A減A換成A加B 如果換成了A加B 結果會怎麼樣 在這個定義5.5 實際上也是對應了一個核計現象 就是說如果一個結合A 在側動意義下是一個大結合 那麼它的A減A它就是一個稠密接 但是不是和我們的核計現象是直接的對應的 那麼我們首先來看 如果一個結合它是有很大的上把和密度 它是不是跟什麼局部連接有關係呢 它們和時速上的情況基本上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可以構造一個結合 有很大的上把和稠度 但是它不是局部連接的 也就是說跟時速上的聯繫 就是這個就是說有一個大測度結 但是它是一個無處稠密的 那麼這樣核計現象的敘述是很模糊了 因為我們沒有什麼嚴格的定義 說什麼叫測度 什麼叫虛托普 那麼我們另外還要就是說 如果A減A用A加B來替代 那麼會有什麼結果 不是說時速上 就是在一般情況下會有什麼結果 那麼這個就是當時Steve Less他的想法 他和Kissler有一篇合作的文章 那麼裡面就定義了一個類似於 在非標準模型裡的一個自然數的區間上 定義了一個類似於虛托普的一個 稱為叫U-TOP 而那個U-TOP就是一個類序托普 現在就來定義 假設U-TOP是一個非空前節 就是initial segment initial segment 滿足以下的東西 就是什麼叫initial segment呢 就是所有的原在裡的元素 比它小的元素還是在油裡面 另外還要滿足這個 因為如果說油只包含零 那麼當然它是一個非空前節 但是我們要避免這個平凡現象 就是我們一定要求它這個油包含了液 另外它是關於加法封閉的 那麼我們就稱這個油是一個加法分割 那一個加法分割就是把所有的自然數 這個在非標準模型裡的自然數分成兩份 一份就是一個前節 還有一半是後節 就我們把stine分成了前節油和後節 去掉了油以後的自然數 那麼自然數數其那個stine上的加法分割 就好像就是一個delicant分割差不多 按照這個定義 stine本身是一個加法分割 我們沒有假設它的後節一定是非空的 所以stine本身是一個加法分割 如果那個油不是等於所有的stine 那麼這個油一定是個外節 它不可能是一個內節 為什麼呢 因為所有stine的有界的內節 它一定有一個最大元 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這樣一個敘述在標準模型裡是對的 因為標準自然數的子節 如果有一個上界的話 它一定有個最大元 所以在非標準模型裡如果給定任一個stine的內節 有界的那麼它一定有個最大元 但是這個加法分割的油不會有最大元 因為它要在加法下封閉的 如果你由一個最大元你加一加就跳出去了 那麼另外還有一個平凡的加法分割 就是N所有的標準自然數 它也是一個加法分割 因為標準的自然數它對於加法也是封閉的 那麼我們想想我們還有沒有另外的加法分割呢 我們有很多很多加法分割 比方說給定一個超整數H 然後我們做一個區間就是0到H 第二個區間是0到H除以2 第三個區間是0到H除以3 這樣一來我們就有一個可塑的地匠的區間序列 把這些區間做一個交 那麼我們就得到了一個前段全節 那麼這個全節是非空的 為什麼非空呢 因為所有標準自然數都在裡面 就是N標準自然數是這個UH的子極 另外如果我們的非標準模型是可塑飽和的 那麼這個UH是不可能等於N的 不可能等於標準自然數結的 因為標準自然數結的 這個cofinality叫做什麼 尾追基數是可塑的 而這個UH 它是另外一個方向上 它的尾追是可塑的 所以這兩個可塑 這兩個可塑子節 變得越來越接近 越來越接近 但是它們當中一定有其他的元素 因為非標準模型是可塑飽和的 那麼這個UH實際上是0到H當中 最大的加法分割 而標準自然數結N是0到H中的 最小的加法分割 那麼除了這個最大的加法分割 和最小的加法分割 是不是中間還有其他的加法分割呢 還有很多很多很多加法分割 那麼我們為了直觀上的方便 我們把A是U當中的函數 就把它寫成A小於U A如果不在U當中 就把它寫成A大於U 因為我們想用這個U來組成一個Utop 然後要組成一個序 所以我們就直接就用那個序來表示 這個A屬於U還是A不屬於U 這樣一來就比較直觀 H位於H位於超整數 U是一個加法分割 我們來定義一個叫稱為叫Utop Utop 什麼叫Utop 就是如果一個結合O 在0到H區間中的一個結合O 滿足以下性質 對所有A屬於O 總存在一個A的領域 就是存在一個R 這個領域的長度是比由來的大 使得這個領域在0H當中是O的直結 你想這個就是跟那個開結的定義差不多 開結的定義就是說在實數上 一個結合式開結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給定一個R 那麼你要說這個結合A是一個開結 什麼意思呢 給定小A 另一個元素小A 屬於A的小A 那麼你一定在小A上可以找到一個領域 使得這個領域是所有的結合 所有的元素都在大A中間 那麼這個大A就稱為叫開結 那麼現在這個也是同樣 但是我們需要這個領域是需要它的長度 要比油來的大 實際上的具體的意思就是說 要把所有小於兩個元素小距離 小於油的這些元素呢捏在一起 那麼這樣定義出來的油呢 就稱為叫一個油開結 那麼然後我們就用那個油開結 來組成一個0h上的u-top 當然這個top不可能是有那個分隔 滿足什麼分隔公里的 就是它不是一個te-top 你給定兩個點 比方說兩個點它的距離是小於有的 那你就不可能用兩個領域 u-top的領域把它們兩個點來分開 用這個u呢我們定義0h當中 0h當中元素的一個等價關係 就是A等價與比當且僅當 它們的距離是小於有的 然後用那個方括號A的方括號u 來表示所有跟A等價的那些元素的結合 那麼這個就是類似於就是稱為叫monet 那麼我們還是把它稱為叫一個monet 然後我們呢就可以把這些等價類呢 做成一個結合那個結合就是0到h的區間 磨上這個等價類等價關係 就是一些等價類的結合 那麼然後我們就可以給出一個非常自然的序 在這些等價類當中給出一個很自然的序 我們還可以看這個托普實際上就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我們把這個所有的這些等價類放在一起 這些每一個等價類呢我們就稱它為一個monet單字 那麼這些單字呢就組成了一個全序節 而且這個全序節呢是self-dance self-dance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任意兩個單字之間存在一個第三個單字 那麼這個上的這個所有的monet組成的空間上的序托普呢 就是有滿足那個house-dance公里了 那麼實際上這個托普呢 U托普呢實際上就是這個商空間的托普 是這個空間上的商托普 那麼商引照是什麼呢 商引照呢就是從一個A到A的等價類這個映照 它可以引導出又導出一個商托普 這個商托普就是我們要的U托普 那麼下面那個定理呢就是我贈的 另外還有一點我為什麼要講這個定理呢 就是這個定理是我在組合數論上的應用的第一個定理 最簡單但是呢也是這個文章呢就是他贏最多的一個文章 就是別人就比較感興趣 假設H是一個超整數 U呢是0到H中的一個加法分割 是哪一個加法分割呢都可以隨便拿一個加法分割 如果A和B是0到H中的LOVE正測截 我假設大家知道那個LOVE測度 0到H是一個超有限級 它上面可以定義一個均勻的LOVE正測截 那麼A加B呢一定不是在 因為你看這個區間A加B呢 是現在是屬於區間0到2H上吧 那麼這個A加B呢一定不是0到2H上的 有無處稠密集 有什麼問題嗎 哪一個問題啊 好 接下來講啊 那這個核計現象怎麼來證明呢 下面是證明 證明實際上不是很難的 首先我們假設A和B呢 是因為它是LOVE政策級嘛 我們可以假設A和B是內計 因為如果不是內計的話 我們可以找到一個 它的內部的一個內計 使得這個內計有LOVE政測度 然後就限制在這個紙級上來考慮就可以了 那我們假設這個定理不成立 假設這個定理不成立的話呢 就一定有反例 那麼我們要取一個極端的反例 使得後面我們可以證明矛盾 那麼怎麼來取這個極端的反例呢 就是下面就是 下面就是 定義這個極端的反例的方式 我們說現在一個紙級 或者它是一個標準自然數的紙級 如果不是標準自然數的主機呢 我們就假設一定是一個內計 所以我在以下的敘述當中呢 這個內字就不是一直講了 省一下這個名字可以短一點 所有的結合都是內計 除了我們考慮標準自然數的之間 好 我們來這樣定義 定義α α是什麼意思呢 α就是反例當中的 A的稠密度 A的LOBE測度的最大的一個 α α是什麼呢 就是內計A的LOBE測度 這個內計A 什麼A呢 就是存在一個超自然數H 使得A是0到H的直接 然後在這個區間0到H當中呢 還有一個B 使得B也是內計 使得B的LOBE測度也是大於0 那麼使得A加B在0到A2H當中呢 是一個無處的稠密性 也就是說A和B是一個反例 而這個當中呢 把那個A的這個反例當中呢 我們要取一個反例 使得這個A的LOBE測度最大 那麼假設定義不成立的話呢 這個α一定是正的 因為我們至少有一個反例了 至少有一個反例的話 這個α就是正的了 然後用這個α呢 我們來找反例 來找反例的話 我們還需要B了 還需要B 那麼就是用這個A 用這個α來定義β β是什麼呢 就是反例當中的B 當中第二個部分的B 它的LOBE測度是最大化 那麼如果我要找反例的話呢 我不能假設這個A的稠度 是等於α 因為我們還不知道 因為α是一個上缺界 就不知道它到底這個上缺界 是不是可以達到 所以呢 我們在取A的時候呢 我們只要求A的LOBE測度呢 是大於十分之九的α 這些數啊 不是很很需要很仔細的來挑的 就是稍微取一個就可以work 它裡面的flexibility很大 那麼這樣呢 就是我們取到了β β就是這些反例當中 第二個結合比它的 它的LOBE測度的最大化 那麼這樣一來呢 β肯定是大於0 另外呢 β要比α小於等於α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定義α是先定義的 所以如果我們說β大於α的話 這個β就在第一個定義上 前面定義上就已經用掉用過了 所以呢 這個α一定是大於等於β的 那麼由於αβ的定義呢 我們就可以定下 就是取定 取定一個超整數 A 然後在這個H當中呢 取定那個反例 A和B 使得什麼呢 使得A的LOBE測度大於十分之九的α 那個B的LOBE測度大於十分之九的β 而且呢 A加B是在0到H中中的無處臭密集 那麼現在要 要來正那個矛盾 因為我們 我們假設它那個定義不成立 所以我們需要證明矛盾 導出一個矛盾 如果α加β兩個 加起來大於1 我們就說大於九分之十 那麼 這兩個A和B的LOBE測度的加起來 就是大於1了 是吧 因為 因為我們取LOBE測度的A 是大於九分之十分之九的α LOBE測度B是大於十分之九的β 那麼如果A加β大於十分之九的話 九分之十的話 那麼LOBE測度A加LOBE測度B呢 就大於1了 那麼 有那個Pitching Hole Pressable呢 我們可以推出A加B是 包含了0到2H中的一個單子HU 那麼 那麼因為A加B是內積了 所以它不可能包含這個單子 它一定是包含了一個區間 使得這個區間比這個單子要長一點 長一點 所以這個A就存在一個大於U的R 使得H-R到H加R這個區間呢 是包含在A加B裡面的 這就和A加B是由無處抽滅相矛盾 因為它包含了一個區間 長度大於U的區間 所以這個前面α加β大於九分之十是不行了 所以我們可以假設A加B是小於等於九分之十 那麼如果因為β是小於α 小於等於α的嗎 所以β一定小於等於這個九分之十的一半 所以呢β一定小於九分之五 九分之五 好下面下面我們有個關鍵的一步 關鍵的一步 因為A加B是由無處抽滅的 A由無處抽滅 這什麼意思呢 它的那個gap就是很大 它的gap是超過了U 無處抽滅的 不但是超過了U 就是每一個超過U的區間 它當中肯定有一個超過U的指區間 它避免了A加B 和A加B不交的 那麼我們再把這個A加B再加上一段區間 0到M 這裡的M是比U來的小 那麼這樣一個結合呢 它還是由無處抽滅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M是比U短 所以你如果每一個gap都增加了M 每一個gap數小了M 數小了長度M的話呢 它的區間的長度還是大於U的 那麼我們再把那個B和加上0到M 這兩個東西放在一起 那麼就是一個 還是一個反例 還是一個原來定理的反例 所以呢 我們有β的定義呢 我們就有那個B加上0到H的這個 Lob測度呢 就是小於等於β 因為β是這些反例當中最大的 好 那麼我們現在就來定義這些M的一個結合 使得這個B加0到M的在區間當中的個數 除以H加1小於十分之十億β 因為它這個反例小於等於β 就是我把它放大一點 放大一點 為什麼放大一點呢 因為有可能這個加上0到M以後呢 它可能溢出了這個區間 但是它不會溢出太多 它只會溢出無窮小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把這個右面β稍微放大一點 那麼這個不等次就是成立了 那麼這樣的不等次呢 對於所有標準自然數M都是成立的 那麼這個草寫的顆粒M呢 就是包含了所有的標準自然數 另外這個顆粒M呢 它是一個內積 因爲什麼呢 因爲你看這個定義 這個定義只牽涉到內概念 所以它是一個內積 那麼內積的話呢 它在0到H當中有一個最大圓 那有一個最大圓的話 這個最大圓是不可能是標準自然數的 所以它一定是非標準的自然數 另外呢 對了我們這個M呢 不一定是標準自然數 就是小於U的 小於U的 小於U的 小於U的自然數了 那麼這個M呢 是包含了整個U 包含了整個U 那麼包含了整個U 它用於最大圓 那麼最大的圓呢 一定不是在M裡面 所以我們一定有一個區間 0到M0 它整個區間 使得M0呢 比U大 使得整個區間呢 還是在M裡面 好 那麼我們 我們現在就是要來證明矛盾了 我們取定一個超整數大於U 另外呢 二乘這個超整數呢 小於M0 小於M0 這樣的K是不是存在呢 因為U是一個加法分割 所以這樣的K一定存在 另外呢 我們還要求這個K呢 是相當的小 就是實際上這個 100%H加1 這個100呢 沒有什麼特殊的E 你可以去E1 可以去E1 可以去E1 都可以 沒有關係 這要足夠的小 那麼 並且呢 我們 我們取定了這個K以後呢 我們要取一個長度為K的指區間 使得A在這個指區間上的稠度呢 大於十分之九的α 大於十分之九的α 這個是為什麼可能呢 因為A在整個區間上 它的稠度為α 那麼如果你把它這個長的區間 分成一個一個小區間的話呢 那麼中間一定有一個小區間 使得A在當中的稠度 是不比α來得小 那麼為了避免說那個 說不定我這個分割呢 就是沒有正好把這個0到H的區間 把它劃分完 可能是最後一個區間 也出了一部分 那麼怎麼辦呢 我就把這個α呢 不把它寫成α 而寫成十分之九的α 稍微小一點 沒有關係 那麼這個K肯定存在 底下就是解釋為什麼這個K存在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區間分成了 長度為K的小區間 這些區間的類放在一起 我稱它為L 就是L是一些小區間的結合 這些小區間都是長度為K 除了最後一個 除了最後一個 好 底下就是一個決定性的Argument 決定性的Argument 如果說B加0到M0 包含了I中至少60%的區間 我這裡寫得有點不對 就是說B加0到M0 包含了I中至少60%的區間中的元素 就是說這個就和至少60%的這種區間 是有非空交的 如果這樣的話 那麼 錯了錯了錯了 考慮B 就是最考慮B 如果B和I中至少2%的區間是有非空交的 那麼我用那個B加了0到M0以後 它至少包含了I中的至少60%的區間 這是為什麼呢 這是因為我們取的K 是比M0小了一半還多 所以如果在某一個區間上有B的一個點 那麼加上了0到M0 它至少包含了第二個區間 整個區間都包含在裡面 那麼這樣一來就是B的B加0到M0的這個Lob測度 就至少大於等於0.6% 因為大約60% 然後再減去0.01 這個0.01就是因為我取那個K是小於1% 1%的話 因為最後一個區間可能不在這個0到H加1裡面 減去這個就是大於0.58 這些數字都沒有什麼具體的 沒有實在的意義的 就是隨便這麼寫一寫 然後這個0.58就大於β 為什麼呢 β是小於9分之5的 但是呢就是β小於9分之5 大概9分之5呢 這個0.58大於β 但是β是小於9分之5的 所以這裡就是矛盾了 因為這樣一個測度是小於等於β的 不可能是大於β 那麼前面我們就得了矛盾 這個矛盾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假設了 β包含了這些區間當中 至少2分之2的區間 那麼如果這個不對呢 就是β和至少這個I裡的 1分之1的區間的交是空的 所以B至少不包含任何3分之1區間的元素 那麼這樣一來會有什麼結果呢 就是B的元素呢 這能分佈在3分之2的區間當中 不好意思我這個毛都沒看明白 你指哪一個 就這個這兩個 一個是β小於0.58 一個是β小於等於9分之5 我沒看出來這個矛盾在哪裡 說的是β小於兩個數而已 如果是β大於一個數小於另外一個數 還能看出矛盾 這個9分之5 我們把9分之5換成那個小數點 就是 0.5555 對0.55 就是一方面β小於0.55 但是另一方面β大於0.58 那就是矛盾 這裏寫的是小於0.58 所以我沒看明白 小於0.58 你不是0.58大於β嗎 對對對 那就是β小於0.58嗎 應該是那個密度大於0.58 對對對 搞錯了搞錯了 這個β是在最前面 搞錯了 這個β大於等於這個B加0到M0的LOBE測度 為什麼呢 就是剛才講的β加0 這個N0是屬於大M裡面的 屬於大M裡面的 這個大M裡面的就是這個 謝謝 對不起 對不起 這裡是一個錯誤 然後就我們有矛盾 所以我們可以假設這個B呢 所有B的元素都分佈在至少最多是三分之二個區間裡面 所以在三分之一的區間裡面是不含B的元素的 那麼這樣一來 這個三分之二的區間當中至少 一定有一個區間它包含的B的元素至少是 二分之三的βK那麼多元素 這就是Pigeonhole Principle 那麼這個為什麼給我們的矛盾了呢 因為我們用B在這個區間當中的部分 加上A在前面那個X0到X0加K-1這個區間當中的部分 這兩個部分呢就不可能加起來 不可能是一個反例 為什麼呢 因為B的那個稠度 B的稠度是大於了 大於了非常很 大於了這個β是好多了 它就不可能是反例了 那麼我們就有這個A在這個區間裡的稠度是十分之九的α 那麼B在這個區間裡的稠度至少是二分之三的β 那麼它這個兩個就不可能是A一撇B一撇 不可能是一個反例了 這樣不可能是一個反例的話呢 它A一撇加B一撇就不是有無處稠密的 那麼這樣推出A加B也不是在0到2H當中是無處稠密的 因為什麼呢 因為有一個區間比U大 而在這個區間當中A加B A一撇加B一撇不是有無處稠密的 所以A加B在這個區間當中也不是有無處稠密的 就矛盾了 好 那麼我們就證明了這個定義 那麼我們來看怎麼來應用 怎麼來應用 首先Steinhaus定理就是這個定理的很簡單的推論 推論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取定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就是像那個標準化函數差不多 對於另外一個任意一個數X 我們說Fx是什麼呢 是X除以H的數然後標準化 那麼這樣一來呢 這個函數的它的印到0的所有這些元素X XX呢就變成了一個加法分割UH 所以呢就是這樣一來呢 就是我們可以把0到H的元素 印到了標準的實數的單位區間0頁 那麼0到2H呢就印到了 時數區間0到2 那麼我們來證明 Steinhaus定理 取定兩個Lebesgue可測集AB 具有正的Lebesgue測度 然後呢 然後呢 又把把這個 這兩個結合呢 用那個F inverse 找到它在0到H當中的逆向 找到0起的逆向 這個兩個逆向呢 是Lobe可測集 並且那個Lobe測度呢 是等於A的了Bag測度和B的了Bag測度的 那因為我們前面在第三節的時候 講到這樣一個結果 那麼我們還可以假設A和B呢 我在那個F A和B的逆向當中取兩個內疾 取兩個內疾 那麼都有正的Lebesgue測度 然後A加B A一片加B一片呢 就不是U無處稠密的 那麼不是U無處稠密的 這裡的U呢就是 在0到H中間的最大的那個加法分割 那麼這樣一來呢就是 不是U無處稠密的 所以呢就存在一個區間 這個區間長度比U來得大 並且這個這個區間當中 任意長度為U的區間呢 就都包含了A一片加B一片當中的元素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就是說A一片加B一片呢 它是不可能當中有一個GAP 有一個GAP比U來得大的 好 那麼現在這個A一片加B一片呢 是在是內疾了 所以呢它的GAP呢是小於U 小於U呢這個GAP呢 最大的GAP一定存在 因為這個結合是一個內疾嘛 所以我們可以取到它的最大的GAP 這個最大GAP的小於U 小於U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實際上就是說 你在01區間 0到2的區間上的每一個時數 它的意象就是一個U的Monet 那麼每一個U的Monet呢 和每兩個Monet呢 都包含了一個A加B A一片加B一片當中的元 所以呢在F的印照下呢 整個區間就一定在F A一片加B一片裡面 那麼所以呢A加B呢 就是一定包含了一個非空開區間 從FA到FB 這就是Steinhaus定義 那麼我們還可以應用 如果說我們取這個加法分割呢 不是取UH 而是取N 自然數N 那麼會有什麼結果呢 就是我們所要得到的呢 就是說兩個具有正 上把那個密度的結合 它的加起來呢 一定是叫 一定是絕不鏈接的 那麼在證明這個之前呢 我們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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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拿哈仇度呢 上巴拿哈仇度 把它非標準化 什麼意思呢 就是 一個結合 它的 上巴拿哈密度 大於等於α 是什麼意思呢 當且緊當 你覺得這個 這個 再 非常 遙遠的地方呢 可以找到一個區間 它的長度是 無窮的 使得這個 Star A 在這個無窮區間裡面的 一個糙度 是大于等于α的 当然是指的是标准化了以后 大于等于α的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这个上把那抽度 我们考虑它的时候 应该要考虑一个区间的序列 但是在非标准分析里面 我们只要考虑一个区间 具有超整数长度的区间就可以了 这个证明就是非常容易的 就是只要用转换原理就可以证明 那现在我就不说了 第二个引力 如果一个集合 怎么来刻画一个集合 a的厚实性和在非标准模型里的 非标准模型里的表示呢 就是a是厚实的 当且紧当 在非常遥远的地方 这个star a包含了一个 长度为超整数的区间 为什么呢 因为厚实的意思就是 a包含了一系列的区间 这些区间的长度越来越长 越来越长 越来越长 所以在非标准模型当中 这个star a一定包含了一个 超整数长度的区间 那么局部连接 它这个非标准模型的表示呢 就是说a是局部连接的 当且紧当 在非标准模型里 存在一个超整数长度的区间 使得star a在这个区间当中 的缝隙的长度呢 小于一个给定的自然数 标准自然数k 就是说这个star a在一个区间 这个区间是无重长 但是这个star a在这个无重长当中的 它的缝隙呢 它的长度呢 都是被一个标准的自然数界定了 这两个 这两个科幻呢 也是不是很难证明的 就是用那个 转换原理就可以了 那我就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 所以我跳过了 好 那么我们就现在来证明这个 在自然数下的合集现象 就是假设ab都有正的上巴拿和测度 上巴拿和密度 那么a加b一定是局部连接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两个结合都有正的上巴拿和测度 所以一定存在两个超有限长度的区间 使得star a在第一个区间当中的测度呢 是大于零的 那个star b在第二个超长的 超有限长度的区间当中的测度 也是大于零的 那么另外呢 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区间取成一样的长度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k1和k2拿来 取它的最小的一个 然后呢 再进行一下根号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取到的这个超有限整数k呢 就是极大就是和这个k1k2的相比呢 是小了非常的多 小了非常的多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第一个k1区间和第二个k2区间呢 把它用长度为k的子区间把它分割 分割了以后呢 一定可以找到其中一个区间 在第一个区间里找到一个子区间 使得star a在这个子区间当中的测度是正的 第二个区间当中也找到一个长度为k的子区间 使得b star b在这个子区间上的测度也是正的 然后就用那个这两个子区间来替代原来的这两个区间 然后有定理5.9就是说这个这样一来呢 star a加上star b也就是说star a加b 在这两个区间当中加了以后呢 就不是由无处稠密的 不是由无处稠密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存在一个区间ab这个超有限长度的 使得所有的star a加b在这个区间当中的缝隙长度呢 都被一个标准自然数界定了 那么再回头来看 这个条件正好是a加b是局部连接的一个非标准刻画 因为你看这个怎么来刻画呢 就是a是局部连接的当且尽当 存在一个长度为超整数的区间 和超有限自然数使得star a在这个超有限长度的区间当中的缝隙长度小于k 这就是我们达到的这个结论 所以这个a加b就是局部连接的 好 正比 这里定理5.12就是刚才那个定理 5.12就是叫Furstenberg Furstenberg书当中的那个定理的一个充实 就是这个定理5.5是关于a-a的 但是这两个定理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这个定理它当中是关于a加b的 不是a加a-a所以也不可能达到结论是 像a-a是链接的 我们只能说是局部链接的 这个就是加法和减法上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 这个结果是不断的在被推广 有很多的推广的 这都是那些做组合数论的人 对这个结论蛮感兴趣的 然后他们就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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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广到叫Aminable Group里面 或者是推广到那个叫Bore Sets Bore Neighborhood什么的 反正有各种各样的推广 有兴趣的可以看那个参考文献 好 这个上半届就到这儿结束 然后 好 谢谢金老师 我们休息15分钟 31分再回来 好 一个就是关于Zimmeraddy定理的 k等于4的一个简单证明 这Simmeraddy定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合论当中的一个定理 它的证明是相当相当的复杂 那么首先来讲那个定义牵涉到的概念 首先我们说什么是一个等差数列呢 就是有一个起始点A 然后有一个公差第一 然后就是A A加第一 A加二第一 A加三第一 就形成了一个等差数列 这个等差数列呢 因为一直讲等差数列的话呢 那个词呢 用的可以稍微简单一下 用一个记号 就要叫长度为k的等差数列呢 我们就是叫它kap 就Arismatic Progression 叫kap 那么一般情况下呢 就是我们考虑这个等差数列是在整数里面的 所以A和D基本上是整数 那么为了避免平凡情况呢 D是不等于零 但是有时候我们在叙述问题的时候呢 也有可能就不写这个D不等于零了 那个时候呢 就是偶然在一个很多很多的kap当中 有一个是D等于零的平凡情况 那么一般这个也是可能的 但是这种情况呢 D等于零的是往往是可以忽视的 我们用那个p括号i表示这个kap当中的di项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ap它的长度为超整数的 那么我们经常是用大写字母来表示 还有就是如果两个a和q 两个p和q都是kap 那么我们可以用两个kap加起来 组成了第三个kap 那么这个加呢 就是对应的k项相加 对应的i项相加 这个加起来以后组成的也是一个kap Zimmerad的定理就是说 如果我们有一个结合 它的上把那些稠度是正的 那么对任意的k呢 a当中一定包含一个kap 我来讲一下为什么这个定理是有趣啊 就是说如果我们考虑一个结合的稠度 那么它那个结合之间的元素 怎么来分布 问题就不是很大 就是你如果有一个结合a 它是你需要这个结合a 它的上把那些密度呢 是等于二分之一 那么你当中去掉一个元素 或者把两个元素呢 移动一下 一般是不会产生变化 但是如果你需要a当中 包含一个kap的话呢 这个a当中的元素呢 就一定要有一定的规律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a结合a 足够的多 有足够多的元素在里面的话 你一定可以找出一个结构 找出一个结构来 Zimmerad的定理呢 实际上呢 是先是一个Elder-Sturin的一个猜想 这个猜想呢 提出于1936年 这个提出这个猜想呢 本身就是考虑Vander-Wilden定理了以后 得出来的一个印象 就是说Vander-Wilden定理呢 可以推广 是什么时候Vander-Wilden定理呢 Vander-Wilden定理就是说 如果自然数结合n 它把它可以分割成小n块的话 其中一块一定有 一定有任意常的kap 这个Vander-Wilden呢 是证明这个定理呢 是在1927年 是有一次呢 在哥廷庚有一个工作坊 那么邀请了世界上的大数学家 都来一起工作 那么其中有一个呢 就是俄国的科学家 叫Kinchen Kinchen呢 他后来呢 就是写了一本小的书 叫 叫那个树论上的 树论上的三颗珍珠 这个Vander-Wilden定理呢 就是其中的一颗 就是他在书里就是说 突然来了一个年轻人 从来没听说过 大家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 也没有人能够解决 结果他跑出来一下子解决了 从此以后Vander-Wilden就变成了有名了 Vander-Wilden是荷兰人 这个定理呢 实际上 Elder-Stuhran的猜想呢 实际上就是要对Vander-Wilden定理进行推广 如果我们把N 进行一个分割 分割成有限快 那么其中必定有一块 有正上把的密度 否则的话 如果每一个结合都是有零上把的密度的话 你把这些结合并起来 有限的结合并起来 它还是有零上把的密度 就有矛盾了 所以我们并不需要在这个N个自然数指节上 N个指节上来猜是哪一个会包含任意偿的KAP呢 我们只需要找一个CI使得它有正上把的速度就可以了 那么Vander-Wilden定理呢 还有一个有限表示 就是说对于任意的小N和任意的小K都存在一个自然数W 如果W足够大的话 你把区间从0到W进行分割 如果分割成小N部分的话 那么其中一定有一个子部分 它包含了长度为K的AP 我把这个有限情况写下来 主要是这个WKN 我这个记号以后要用到 那么关于这个猜测 有很多人在上 有一些大数学家在上面工作 试图想解决Elder-Sturin的猜测 最初就是1953年 Klaus Ross 这个Ross他是Fields的奖者 他用调和分析的方法证明 就是如果有一个测度上把和密度大于0的结合 那么他一定包含了长度为3的AP 包含了一个3AP 当然那个Ross他得Fields奖 不是因为这个结果 在1975年 就是Zimmeraddy就用纯组合的方法来证明了 这个Elder-Sturin这个猜测 那么这样一来 这个猜测就改名字了 叫Zimmeraddy定理 那么Zimmeraddy那个文章是非常难读的 很困难 就是很难读 那么这样一来 有很多大数学家对这个结果很感兴趣 但是又不愿意去读他的证明 所以就想会不会自己也可以给出一个证明呢 所以Ferstenberg他就用了测度论当中的 叫Eugotic Theory 就给出了Zimmeraddy定理的一个测度论的证明 非常不同 Zimmeraddy就是因为这个证明得到了阿贝尔奖 那个Zimmeraddy这个叫Ferstenberg呢 也是因为这一方面的工作呢 得了一个Wolf奖 然后在2010年的时候呢 Gawas呢再次用调和分析 因为Ross是用调和分析做的 那么Gawas呢也再次用调和分析 来完整的证明了那个Zimmeraddy定理 而且呢在证明以后呢 证明过程当中呢 还建立了一个数字上的关系 因为在前面的证明当中 这个稠度 稠度的大小跟K 有什么关系 这个Zimmeraddy定理也可以有一个有限 叫有限的表示 这个有限的表示呢 这个区间的长度和结合在当中的稠度 结合在当中的密度和那个AP的长度K 之间的数字关系是怎么样的 那么Gawas呢也给出了这样一个关系 那就是因为这个工作呢 当然这是Gawas两个主要工作的 之中的一个 使得Gawas呢得了一个Fills奖 那么这些证明呢 虽然呢 他可能是比Zimmeraddy原来的证明 好读一点 但是呢也是非常难的 The Furstenberger的证明呢 就写了一本书 这个Gawas的证明呢 有一百多页 都是不是好而容易读的 那么另外呢 就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呢 这两个领域上呢 沿着他们的思路呢 发展了很多其他的结论 那在2017年的时候 我们几个做非标准分析的人呢 就是在美国数学研究所 American Institute of Mathematics 这是一个由私人资助的 在Saint Jose的一个数学 数学 charity 反正是一个组织吧 他们呢资助我们有六人 开了一个会议 就是工作坊 那么请了很多人 其中呢就请了那个Terence Taugh 因为Terence Taugh呢 他也做了一些非标准分析上的工作 特别是他把Ferstenberg的证明呢 用非标准语言重新证明了一下 但是好像也没有太多的人感兴趣 好像就是这个非标准证明 来证明Ferstenberg的定理呢 并没有实质上简化了多少 所以他就反过来想看 这个Zemirady的原始思想是怎么样的 所以他就做了一系列的报告 他的报告就是介绍 Zemirady的原始的组合思想 然后呢就是简化了一下 但是呢他认为呢就是 他认为用非标准分析的方法来简化呢 是应该是一个适当的工具 他自己也做了一下 但是呢他对自己的非标准分析的工具呢 证明了好像不是很满意 那么那个时候我作为观众 就是回来就开始尝试 那么结果呢就 就做了一个比较简单的证明 是k等于4 为什么要把tau或者是Zemirady的文章 来进行非标准化的证明呢 就是因为他们这文章 Zemirady的文章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tau的文章相对容易一些 但是也不是太容易 在他的文章里呢 往往就是每一个定理前面 有一大堆的常述 这些传述呢都是有关系的 比方说 看到了吗 现在看到了 这就是tau的文章 tau的文章呢 它里面呢就是有很多 每一个东西呢 前面一堆的常数 你看那个1小于等于L 小于等于E除以Omega 小于等于M小于等于N 而这个小于等于呢 是一种 不是通常的小于等于 它是一种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方说M小于等于N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M和N联系起来的 当那个M是很大的时候 M也是很大 然后反正是一种描述性的 一种也不是序 就是一种关系 在这种关系下 那么你想如果有一个定理 有一堆这样的关系 下面还有每一个都是这样的 有一堆这个关系 那读起来就相对的麻烦 很困难 那第二个难的地方呢 第二个困难的地方 就是读它的那个 有一个地规的 有一个归纳证明 这个归纳证明呢是这样的 我们需要证明一个组合的命题 证明这个命题 证明这个命题只是 K是一个整数 Omega是一个K的指节 Omega是一个K的指节 K是一个整数 这个自然数 为了要证明Zimmeraddy定理 要证明 为了证明这个Zimmeraddy定理 我们要证明什么呢 要证明对于所有的K的指节Omega 这个CKOmega这个组合命题成立 那么当这个Omega是空气的时候呢 是平凡的成立 然后呢在地规 怎么地规呢 就是如果你有一个集合 如果一个集合Omega 这个Omega呢 如果Omega里有一个K0 使得这个K0往下的数都在里面 都在里面 那么你就可以推到下一步 是什么呢 Omega把这个K0的所有以下的去掉 然后并上一个K0加Y 这里是一个Type K0加Y 那么这样一个地规 为什么能起作用呢 是地底下就是这样 如果我们要证明这C3 就是长度位3的AP 怎么来呢 就是先证明C3空气是一个平凡的 然后推到C3液 为什么呢 就是液底下的元素 都在3里面 这个底下的元素是空的 当然是在3里面 所以就推出3液 然后呢 因为液以下 液和液以下的都在这个3里 都在这个里面 所以把它去掉了以后呢 换成一个2 接下来呢 因为空气在3里面 所以推出3液2 然后呢 因为液2都在里面 所以推出一个C3 3好 完了完成 那么如果我们要证明C4AP 怎么样呢 就是4空 4液 4二 4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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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4液 然后呢 4液 2 然后呢 4液 2 3 然后呢 4液 成了 就是这个地归是 这个归纳法是有一点 有一点奇怪的 但是这个归纳法呢 用你构造起来呢 就非常的不直观 不是很直观了 因为每一个你要证明一个 存在 结合A里存在一个KAP 你就要递归2的K次方减一步 那每一步呢 那个所构造的结合呢 就是变化变化变化 非常的非常的麻烦 这就是说 涛的文章也不好读 这个涛的文章呢 另外他在 因为他用的是有限方法 所以呢 对于上把门和密度 和墙上把门和密度呢 都必须要有一套 非常繁琐的定义 这就使得他的文章 就是变得很长 当然这些思想实际上就是 本来就是在 Simerady的文章里的 但是Simerady的文章呢 比涛的文章又难读得多 所以涛呢 实际上也是 把这个整理了一下 那么 我的这一个部分 有什么作用呢 就是说 如果哪位 有了非标准分析的基础 那么又想去了解 本身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结果 是一个 一个 Hardcore Hardcore Combinatorial result 所以呢 他假设了一下 然后不给 没有给证明 因为如果证明的话 也就是说和 后来那个Simerady的 这个 找KAP的证明是 有一点就是 两回事 就是两个不同的思路 那么我们这儿也是这样 假设 Simerady的政策盈利 然后 来找一个 4AP 那么假设的政策盈利 是一个弱形式的政策盈利 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底下一个盈利 就存在一个正值函数 就是 值是正的 这个第一句 你不用去 太当一回事 先把第一句跳过 Sher V和W是有限期 然后给定 Y 然后呢 对每一个W呢 它是 index了一个 V的指节 就是这样设定 就是V和W 两个都是有限期 对于每一个W的元素呢 都 找到一个V的指节 V的指节 这样的话 就存在 V上存在一个分割 这个分割 V可以分割成N份 使得N呢 被那个F Y 界定 那么 这里呢 就是实际上 F呢 可以 这里呢 是可以取定 是一个指数函数 就是说 B的E 除以Omega次方 E除以 Y的次方 这样的界定 使得对 每一个I 和每一个W呢 都有一个 时数是01之间的 使得对每一个结合F呢 都有一个结合W1 在W中 使得这个W1 是不是太小 这去掉了很小一部分 W的当中很小一部分 然后呢 对所有W1 当中的源呢 这个结合EW 这是一个V当中的指节 EW 交上F以后 它的基数呢 可以用 F在每一个V当中的 交 来 加起来以后来毕竟 怎么毕竟呢 是小于等于这个 预先给定的Y 存以这个V的基数 这个引力呢 是Hardcore combinatorics 你看它的叙述就是 Forever exists Forever exists 有几个变换 那么在今天呢 可能一个小时里呢 大家可能对这种 组合上的东西呢 如果你不熟悉的话 不会有太强的感觉的 所以呢 我在讲证明的时候呢 基本上会跳掉一些细节 然后讲 以讲思想为主 现在有 有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问题啊 那么用这个政策引力呢 我们可以证明一个叫 Mixing Lemma 这个Mixing Lemma 这个Mixing Lemma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来做记号上 做一个规定 对于两个正自然数 A小于B 我们说A是非常的小于B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小于小于小于B 是什么意思呢 是A除以B是一个无穷小 这样的话这个记号就是 可以简化我们的表述 缩短那个矩质的长度 这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说 N是一个超有限的 就是超整数 是什么意思呢 当且仅当 N是大于大于大于A 也就是说A除以N 是一个无穷小 当然A除以N是无穷小 那么N一定是一个无穷大 如果N是一个无穷大 那么A除以N 一定是个无穷小 所以我们就可以 不用说超有限 只要说这个N大于大于大于A 就可以了 再一次说明 我们这里所牵涉了的结合 或者是标准的N当中的直接 或者是非标准的模型 当中的内接 我们这里还要用一个 不用 不是一直用LOVE测度 因为LOVE测度是一个外景 是一个外概念 那么内概念就是 我不用mule 就用deltaNA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A的基数除以N 那么 如果我把它标准化了以后 就写成那个muleN 我经常是 我们经常写的muleNA 但是到有时候 我们需要用那个内过程 内概念的时候 我们就把mule换成了delta 当然如果A是Omega的子击 那么mule A的基数 A就是A在mule上的LOVE测度 但是我们不假设A是某一个结合的直接 我们就把它当成是一个算就可以了 当然这样的话 A的基数可能是无穷大于N 如果这样的话 这个LOVE测度等于无穷大 那也是可能的 我们来定义一个比上巴拿哈尺度 还要强的一个概念 叫强巴拿哈尺度 强巴拿哈尺度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 我们有一个 在非标准模型里 有一个内解 A 那个A的强巴拿哈尺度 强巴拿哈密度是什么呢 就是对于任何长度 是超有限的AP 拿过来跟A交了以后 它在P里面的密度 然后对于所有的这样的AP 取它的上确件 就称为叫上巴拿哈尺度 那么如果我们把P限制在区间 那么我们得到的就是上巴拿哈密度 所以这样的定义呢 比上巴拿哈密度呢 还要强 这个定义呢 是相对于 在涛的文章里呢 叫做是 Density Along Arithmetic Sequence Density Along Arithmetic Sequence 所以呢 它如果在标准的意义下呢 就要写一大堆的定义 但是我们这儿呢 就是只要 这样一个表示就可以了 另外呢 我们还要介绍一个相对强 巴拿哈密度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如果有了一个S 它的强巴拿哈密度是伽马 那么我们可以定义 另外一个结合A 它的强上巴拿哈密度 强上巴拿哈密度 相对于S来说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给定这样的一个AP 它是超有限长度的AP 那么在这个AP里面呢 首先S要有足够多的元素 那么这样的话呢 来考虑A在P当中的密度 然后取它的上确件 这里的这个上确件呢 是标准算子 所以呢 这两个程度呢 这两个强巴拿哈密度呢 都是标准时数 标准时数 当然 强巴拿哈密度呢 也可以有对 对那个标准结合来定义的 那对标准结合怎么来定义呢 我们就说对于一个标准的结合A 标准结合A 那么强巴拿哈密度呢 实际上就是 A的强巴拿哈密度呢 就是Star A的强巴拿哈密度 就是以上定义的 以上定义的A是内极了 所以Star A是一个内极 Mixing Lemma Mixing Lemma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N 有一个N 这个N呢 是超有限长度的 里面有一个结合A 另外呢 还有一个超有限大的 自然数H 那H呢 要比N小 但是也是超有限的 然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H跟N呢 看成 那H是N的子结 但是呢 我们要用那个 立体的 立体的解释 来给大家一个印象 就是我们把这个N呢 看成是一个垂直的 垂直的结合 在Y轴上的自然数 把H呢 把它Y轴上的 这个N当中的元素呢 把它进行一个45度 朝X轴方面倒下来 所以那个H呢 好像就是一条 这个平 一条那个横线 在X轴上的横线 那么 那个横线呢 就是沿着这个 Vertical的方向呢 我们有一条一条横线 往上一条一条一条的横线 那每一条横线呢 对A都有交 可能有交的 如果A的上巴拿和密度 强巴拿和密度是α 它的本身的lobe测度呢 也是α 也就是说A在N当中的分布 是非常均匀的 那么 对于几乎所有的这个横线 这个X加H 这一条一条的横线 它和A的交呢 它的lobe测度呢 就应该是α 这几乎处处是α 那么我们说的几乎处处呢 就是把那个R 说那个R就是相对于说 R可能就是在N当中的 把那N当中的lobe测度为1 使得对于所有的R中的元素X 那么X的平行的 在X那边 在Y轴上的X那边 引出了一个平行线 和A的交呢 它的密度呢 就是α 那么这样的话呢 底下就下面就成立了 什么呢 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无穷长的KAP 在垂直方向上 垂直方向上 有一个超有限长度的KAP 使得这个P当中的每一个X呢 它的从X出发的一个横线 一个horizontal line 它跟A的交呢 它跟A的交呢 都一定是α的 一定是α的 它的lobe major一定是α的 那么对于给定一个 最底下一根横线上的结合 E使得E有正测度 那么我们把这个E往上挪 往上挪 挪了以后呢 一定可以挪到P当中的某一个点 它和A的测度呢 交了以后的测度呢 是它E的测度乘以α 也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在P当中一定存在一个X 使得E这一个结合 往上提到X的时候 跟结合A 它mix在一起了 第二 就是第一 第一部分是最弱的 然后把它强化 怎么强化呢 就是给定这个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实际上这个mixing的这个X呢 可能不止一个 可能有很多个 这个很多个 而且是 这个很多个里面呢 可以是另外一个子的 子AP 这P当中有一个子AP 这个子AP呢 还是超有限长度的 还是超有限长度的 使得这个P一撇里面的X啊 都满足像这样的mixing 也就是说第一部分呢 这给了一个点 P当中的一个点 第二部分就是说 P当中的不止一个点 有很多很多点 这些很多点呢 还可以是一个 另外一个KAP 另外一个超长的K 超长的AP 我们称它叫M1PAP P如果P的长度位是M 这个M1PAP和M都是超有限的 那么另外呢 满足这个Vandewald的一个数 3的M1PAP和M1PAP 这个W是小于等于M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把M分成了 3的M1PAP的部分 那么其中一个部分呢 一定有一个长度为M1P的AP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是我们就怎么会 有这个第二部分呢 就是把第一部分 每一个这样的情况的 进行分类 它可以是小于α成这个 可以是大于α成这个 或者是几乎相等 就是叫infinitesimally close 这三个部分呢 第一部分是不可能 第二部分是不可能 所以最后就有第三部分 那么 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个推广呢 就是因为Vandewald的定理 因为我们把P当中的元素 分成了三个部分 那么一定 所以一定有一个M1P的AP 使得一直在其中的一个部分上 那就是第二部分 但是第二部分呢 我们要再使用在第三部分上 而第三部分呢 需要一个内定义 所以呢 在第二部分是叙述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用Delta来叙述 而不是用Mule 那个Log测度来描述 这个Delta呢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如果我们把H进行分割 这些Vi呢 就是相等于是第一部分的E 这个Vi呢 把它上升到一定的层次以后 跟A的交呢 它的一个测度呢 和Alpha乘以V的测度呢 是相差是很小 什么小法呢 就是小于等于一个无穷小量 乘以V的测度 那么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呢 要比第二部分更强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个 无穷长的AP 在垂直线上的 那么如果我们有很多 这样的结合EW 很多这样的EW 你看第一部分只有一个E 第二部分呢 是有一个结合 这个E呢 就被那个Vi来替代 那个Vi呢 是H的一个分割 而那个N1'呢 是相对于 相对于这个大N 相对于这个小M来说呢 是非常小的 所以我们有一个结合的类 它的个数呢 相对于这个M呢 是非常小 非常小 然后我们就有这个结果 这个第三部分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我们 有很多很多这样的EW 很多很多的这样EW 那么我们能够找到 P当中的一个元素 一个元素 使得什么呢 使得把这些EW 上升到X行的时候呢 跟A的交呢 它是等于 这个E的测度 乘以α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些结合啊 跟A啊 都是独立的 都是独立的 独立于A的 那么 有给定很多很多的EW 以后呢 满足这个等色 有多少个W呢 有多少W呢 有几乎 一样的 多的W 就是说 我们可以在W里面 去掉 零测度的一个结合 剩下来的所有的元素 在T当中的元素 W在T当中的话呢 都一定有这个 就是一个叫Double Counting Double Counting Technique 不是很难的 找到一个X 在P当中一个X 使得一个结合 以上升到X level的时候呢 跟A可以mixing 可以mix together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不是的话 那么你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Count的话呢 就会得出一个矛盾 就是说你看 把一个X跟I 调换了一下 调换了一下 那就可以得出一个矛盾 第二部分呢 主要就是 把这个 这些所有的V拿过来 看它到底是跟A的交 是比α乘DeltaV 大了一除一结呢 还是小了α减一除一结呢 如果两个都不是的话 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情况 那么这样的函数呢 就是有2的3的m1'次方 3的m1'次方 那么这样的函数 个数有限定的以后呢 就是我们把P当中的元素啊 就是进行了这些 就是进行了这些着色 着了色以后呢 因为Vandewald的定理呢 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子AP 它的长度也是N1' 使得在这个子AP1' 在PEP结上面呢 这个所有的着色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这些函数是一样的函数 那么这样的话呢 一样的函数的话 你要看 到底都是等于1呢 还是都是等于负1呢 还是都是等于0呢 那么由第一部分都是等于1 或者都是等于负1 是不可能的 那么剩下来就是等于0 等于0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DeltaX加VI交A了以后呢 就基本是等于这个DeltaVI 这就是我们需要的一个mixing 证明相当的繁琐 好了第三部分呢 什么意思呢 第三部分就是我们用 这个Simerity的政策引力 政策引力在前面已经讲过 就用了这个政策引力呢 我们就得到了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就是 首先我们把这个H呢 进行了一个分割 分割了以后 使得这个M1'是相对的小 如果M1'小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子AP 在这个子AP上呢 这个子AP一撇 在这个子AP一撇上的X呢 把这些V升到这个X level X层的以后呢 它跟A能够mix together 那么这样一来呢 用政策引力呢 可以对所有的这EW呢 它可以用这些VI来逼近 VI来逼近 那么这些逼近呢 是对所有的W都成立 除了很小一部分的W要去掉 这就是政策引力 接下来呢就是证明的过程 那么这一个不等式呢 就是说我们要用政策引力呢 进行一个用一个三角不等式 就是我们怎么样来证 这样一个是一个mixing呢 那就是说Delta的A交这个结合呢 就是相等于是A交这个EW 跟那个用政策引力来逼近这一个交 逼近这个交 那么如果我们把H进去的话呢 就是DeltaH 但是我们不用DeltaH呢 就是把H拿出来 那么这个结合呢 跟另外第二个AlphaV 可以来逼近 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VI呢 我们已经证明了 和A可以mix在一起 可以mix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A交上这个结合呢 是Alpha乘以这个测度的 这个V的个数 所以这个差呢 也是很小 那么这个第三项呢 和最后我们需要的那一项 减了以后呢 为什么是很小呢 因为这就是 把这个原来的结合 A换成所有的空间以后呢 就有可以用这个VI来逼近这个EW 因为这个逼近呢 也就是说EW在VI里面呢 被这一个常数CWI来控制 那么这个主要的要点是什么呢 主要的要点就是说 我们 首先我们要对付那EW呢 不行 因为W太多了 太多了 W太多 我们如果W是一个 那么我们就是第一部分就解决了 W不是太多的话呢 就我们用第二部分可以解决了 那么如果W是非常多的话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利用那个政策引力 用那个W呢 用V来逼近 用V来逼近 那么V呢又是比较少的 所以呢 V可以来跟A混合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是EW可以跟A来混合 就是用这个三角不等色 那么这样一来呢 这个差呢 就是无穷小 所有这些都是无穷小 那么这样一来 就是我们有第三 就是第三个部分的结论 就是A 就是可以找到一个X 可以找到一个X 使得所有这个EW 本来W是属于大W的 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必须要把W当中 大W当中去掉无穷小的部分 剩下的部分叫T 那么在T里的W呢 都能够mix 跟A来mix 那么现在呢 就用这样一个Mix 我们要来找一个4AP 找一个4AP 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可能这个证明比较复杂 所以可能会 如果面对面就可以解释了 但是现在很难解释 也没有黑板上可以划来划去的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证明这个 Zimmeraddy定理 K等于4 首先我们对于这样一个M 在垂直方向上那个M 我们有一个结合 这个结合它的loop测度 就等于它的强 密度等于α 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A这个结合 是相当的随机 就是very random 就是在那些 有超整数长度的AP当中 它的测度都是一样的 都是α 所以它的分布非常均匀 而且它这个A当中 没有什么结构 就是一个random的 叫quasi-random结合 然后在横的坐标上 在横的坐标上 我们把N看成是这个垂直坐标 然后把H是看成是平面的 就是那个X坐标 这X坐标 我们取一个数是垂直坐标上的 区间的1%这么长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一定可以找到一个 找到一个垂直区间上的 一个长度为H的子区间 还可以找到这个子区间上 一个子阶 使这个子阶呢 使车度为一 也就是说T这个X0加上H这个区间 减去了T以后是一个零测度 是一个H当中零测度 另外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在 对每一个T当中的元素 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个4AP 这个4AP满足什么条件呢 是第一项是在A里的 第二项在A里的 第四项是等于给定的这个T 那么第三项是什么呢 我们留着来以后用的 那么我们来看 在T这样一个结合呢 就是我们要证明这个 这个P sub T 它里面的4AP有多少个呢 是α平方除以三个 它的稠度 在H当中的稠度 是α平方除以三个 那么来证明 这个证明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先固定一个 我们说取定一个W 取定一个W 取定一个W 在这个W上呢 我们呢 令那个第四项等于这个W 那么第一第二 第三项呢 我们不管 我们只要第一项除以A 那么这样的4AP有多少个呢 因为第四项是确定了 那么前面那个4AP呢 这个第一项呢 可以在H当中移动 可以在H上移动 但是呢 如果我们需要是第一项 要属于A的 那么在第一项属于A的 可能性是多少呢 是α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这个QE呢 不能取所有的自然数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还需要第二项 第三项是整数 如果第二项 第三项的整数的话呢 这个第一项呢 一定要是 跟那个第四项的差呢 一定要3的倍数 那么这样一来呢 这个第一项除以A的概率呢 就是 就是三分之一了 三分之一的α 所以呢 我们把第二项做成一个结合 叫EW 那么第二项的个数呢 就是α除以3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项 属于A的概率 是α除以3 所以呢 第二项呢 就是因为第四项是固定了 所以每一个第一项都决定了第二项 所以第二项的 这个结合呢 是它的lobe測度的α除以3 好 那么这样好了以后呢 我们就来解决第二项的问题 因为 因为我们呢就是 我们呢可以把这个 EW 往平面往上挪 平面 这第二项往上挪 第二项的这个结合往上挪 那么由于 我们有一个mixing level 所以呢 一定可以在H 加上一个L以后呢 在这个层次上呢 这个第二项的那个结合 跟I可以mixing mixing了 mixing together 那么这样一个mixing呢 它的lobe基数呢 就是α平方除以3 因为这是α乘以EW的 lobe測度 那么 在第四项呢 我们把W呢 往上移到第四项 往上移到这个 这个第四项所在的层次 叫3H加3L 这个T呢 就是在X0加W上呢 是测度唯一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就取一个AP 就是0H加L 2H加L 3H加L 这个L的决定呢 就是用了一个mixing代码 就得到了这个L H呢 就是给定的 就是往上 在vertical的line上 vertical direction上呢 就是取一个 第二个层呢 就从H开始 在最底下就是从0 然后第二是H开始 然后再是2H 然后3H 然后H往上呢 再用那个L来 一项一项 组成一个AP 那么我们就有这个P0 P0是一个4AP 就是这样一个4AP 然后用这个4AP呢 加上这些QW当中的Q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把Q呢 看成是H上 这个horizontal direction上的4AP 那P0呢 是vertical direction上的4AP 然后把这两个4AP加起来 那加起来了以后呢 就是我们有了一个 像对角线一样的4AP 这样一来呢 我们有很多这个Q 很多这个Q 那么这个PT呢 就有一个稠度 这个稠度就是 α3除以 α平方除以3 为什么呢 因为QW的 它的稠度是 α平方除以3 那么 所以呢 对于所有的这个 这些4AP呢 我们有底下的结论 就是第四项呢 它是等于一个T 这个T呢 就是3H加3L加W 那么第二项呢 是H加L加Q2 这一项呢 正好是属于这个胶的里面的 因为这个胶是等于 α平方除以3 那么第一项呢 是属于A的 为什么呢 这就是定义 定义就是这样的定义 因为P0是0 所以0加是个Q液 但Q液就是从A里取的 所以呢 这个Q 这个第一项是在里面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PT里面的 这个结合的里面的 所有的4AP呢 就是有什么呢 就是第一项是属于A的 第二项是属于A的 第四项呢 这个端点呢 是一个测度唯一的 里面的结合的一个元素 这就是盈利正了 这就是我们前面的盈利 那么我们还需要 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呢 我把这个这个盈利啊 我把这个盈利所得到的这个PT呢 看成是在horizontal line上的4AP 我们在那个X轴上有很多4AP 然后我们接下来一个灵异呢 就要证明在Y direction上呢 也有很多4AP 那么我们把这些4AP加在一起呢 就可以得到一个4AP 都是每一项都是属于A的 但是我们需要的Vertical line上的4AP呢 就是相对比较复杂了 怎么复杂呢 就是我们需要找的一个4AP的结合呢 是第一项和第二项呢 它属于一个结合B 这个B是什么呢 这个B呢就是说在horizontal line 在B的元素上的组成的horizontal line的 它的A的type呢是一样的 这个叙述呢就是比较复杂 就是给定一个超有限整数 那么里面呢给定两个结合 使得满足什么呢 是B呢是一个比较小的结合 Sγ呢是一个比较大的结合 使得Sγ的Lob测度 跟那个强Banach密度呢是一样的 它们是很接近于业 另外呢B的Banach B的Lob测度跟B的 相对于S的那个上 那个强达的密度呢 是一个β的大于0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存在一个小区间 在N当中存在一个小区间 使得这个和一个小区间上的一个结合 这个结合呢是 不是测度为业 但是呢测度相当接近于业 因为那个γ是很接近于业的 所以呢一减这个γ是非常小 这个测度T的测度呢 也是相当接近于业 和一个包含4AP的结合PT 对每一个T属于这个 这个T呢都有一个PT 满足什么呢 就是PTE和PT2呢都属于B PT3PT4呢都要属于这个Sγ 而且呢PT3是等于这个固定的T 这个跟前面一个引力什么不一样呢 前面那个引力呢是 就是PTEPT2属于A的 PT3是 不知道PT4是固定的 这里一个结合呢是 PTEPT2属于B PT3PT4呢几乎是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呢它一定要属于一个S 另外呢固定的固定的元素呢是PT3 而不是PT4 那么这个证明呢就是相对比较难了 里面呢用到一个不等色 我把这个结合这个证明字号跳过了 因为太长太麻烦 我要讲的就是说 这个证明里面啊 有一步是相当的巧妙 这个巧妙的思想呢 是就是这样 到最后呢就是有很多像啊 到最后竟然能够消掉 就是这个巧妙的思想 这个巧妙的思想呢 是从TAU的文章里看来的 但是呢我估计这个TAU的 那个文章里的这个证明呢 就是按照了Zimmeraddy的 原来的证明的思想 好了我们有这两个定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证明Zimmeraddy定理了 K等于4 怎么来呢 就是假设我们有一个超长的超有限数 使得A呢是超有限数里的 那个稠度为α 它的强巴拿密度也是等于α 然后呢我们就要在这个A里面找到一个4AP 为什么这样的A就可以了呢 这样就完成了任务了呢 因为如果我们有一个S 有一个标准结合油 它使得它的强巴拿密度大于0的话 那么这个油呢就包含了 为什么呢 就这个STAR油呢就包含了一个超有限的AP 使得这个超有限的AP里的A呢 它的密度就是α 而且这个α是这些密度当中最大的一个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超有限长度的AP 来把它看成是这个N 然后如果这样的话呢 这个A的本身它的在这个超有限长的AP里面的 lobe测度呢就等于α 所以呢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假设 这个假设了以后呢 在A中找到了一个4AP的话呢 这个4AP就是油当中的4AP 油那个不是就是油转换原理 就可以说油当中有一个4AP 好那么现在我们有这样的设定 就是N是一个超有限长度的 超远程长度的整数 那么A呢是在这个vertical上的一个结合 分布非常的均匀 然后我们要在这个A当中找一个4AP 怎么找呢 就是首先我们把它横过来 这个用一个小N 小N把这个一段一段的小N横过来 横过来以后呢 我们要看这个横过来的的结合和A的交 它这个测度为什么 它的差的测度呢 如果这个小N是超有限长度的话 这个测度大于等于α的这个测度呢 应该是等于1的 就几乎处处那个横过来了以后 跟A的交是它的测度为α的 但是呢我们不能取小N是超有限 只能取它是有限的 为什么我以后会讲 但是如果我们取得N足够大的话呢 这个S就是它的测度呢 它的罗贝格测度呢 就是接近于1了 那么这样一来 我就有这样一个设定 就是S是非常大 那么另外呢 因为这个小N是有限的 所以A交这个小N以后啊 它的那个type 它的那个结合啊 type就是有限多个 所以一定有一个type 它的所产生的这个B呢 是有正测度的 这个B呢就是我们是在 前面一个引力当中的一个B 它是正测度的 然后用这个引力呢 我们找到了这个很多的4AP 在Vertical上的很多的4AP 这些4AP呢满足一个什么条件呢 是P1、P2属于这个B的 所以这个B的话呢 它就会产生什么情况呢 就是它这个决定的一个 Horizontal的line上啊 它的结合A啊都有相同的type 那么如果有相同的type的话呢 它这个当中呢 就是我们有一个横过来的4AP 就可以第一个属于A 第二个是不是能属于A呢 在第二属的上面呢 因为它的type跟第一属的type一样 所以也可以属于B 好 这样一来呢 就是我们就可以得到了最后的4AP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前面那个引力呢 得到Horizontal line的4AP呢 那个Horizontal line一定要是超有限长度 这个有限长度是不行的 那怎么办呢 这个办法是这样的 我们在Vertical上面呢 有了一个P 有一个4AP的结合 这个结合呢 是第一项属于B 第二项属于B 然后呢 把这个Vertical line的这个小N呢 延长 延长延长延长 那么由每一次延长呢 我们这个Vertical上的4AP呢 还是存在 还是存在 因为每一次以后 这个B还是正车度的 那么由可速饱和性呢 我们把这个Vertical上的小N呢 变成了超有限 那么这个Vertical上的小N呢 移到超有限了以后呢 这个Horizontal就变成了超有限长度 那么在这个Vertical上呢 因为可速饱和性呢 这个AP还在那边 这个Vertical上的AP呢 P1、P2还是属于B的 所以它的两个决定的Horizontal Vertical line上的Type还是一样的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有了一个测度为1的Horizontal的结合 另外Vertical上呢 又有了一个超有限长度的那个区间H 使得我们在Vertical上面呢 有很多4AP 那么在Horizontal line上呢 也有很多4AP 那么Vertical上的4AP的第三项 我们刚才讲了这个第三项呢 我们没有做什么要求 所以现在这样呢 我在Vertical上呢 就有很多这个结合EW 这个EW 在Horizontal上有EW 那么在Vertical上面呢 我们有很多P4AP 这些4AP是什么呢 这些4AP呢 就是满足这个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第三项 是属于一个测度为1的 就是T 测度在一个小区间上 测度为1的T 第一项第二项属于B 所以这Vertical上面呢 它的E的Type都是一样的 第四项属于S 第四项属于S的话呢 所以在Horizontal Line 第四项的Horizontal 决定的Horizontal Line上面呢 它的A的稠度呢 是Alpha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在Vertical上面啊 就把它往上移 就用Mixing来嘛呢 在这个第三项 Vertical上的 Vertical上的第三项 就是叫这个EW 这个第三项呢 往上移了以后啊 就可以跟那个T当中的 某一个T呢 就是这个层呢 有Mixing了 那么Mixing了以后呢 第四项 为什么也可以Mixing呢 因为在第四项的时候呢 我们有的是一个结合 测度为E的结合 测度为E的结合呢 跟那个 测度跟那个A呢 应该有非空的交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是我们有这个 组成了很多CAP 在Vertical上呢 是PX PXP 那Horizont Horizont Horizont Horizont上面呢 有那个QAP 4APQ 那么第四项呢 是因为往上升了以后 在那个 在那个 第四项 PXEP的第四项 决定了一个Vertical上的一个点 这个点上的Horizont的层次呢 就是QW第四项 升到那一层 然后这一层的A 跟那个W呢 可以交了 交了以后呢 可以取定这个W 那么第三项呢 由那个Mixing呢 它也可以第三项属于A 那么第一第二项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项是属于A 是因为根据那个定义 第二项属于A呢 因为第一项和第二项的 它的Type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就有了一个4AP 它的第一项 第二项 第三项 第四项 都属于A 讲得很匆忙 讲得很匆忙 但是这个证明呢 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技巧上有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这个繁琐的地方 好 今天就讲到这儿 感谢各位捧场 感谢那个负担